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 如果大蒜没有保存得当,那么就会出现大蒜发芽的问题 而对于发芽的大蒜,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将大蒜扔掉了 其实发芽的大蒜是好宝贝,我们如果直接扔掉的话,其实是很可惜的 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四个大蒜的用法 就算大蒜发芽了,我们也可以将大蒜有更好的用途 这样也不会造成浪费大蒜的问题了 下面我们来详细说一下发芽大蒜的妙用 教您发芽大蒜的四个用法,简单实用 一,清洗污渍 发芽的大蒜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妙用 它是天然的去污剂,对于盘子上的顽固油污 光用洗洁精清洗的话,我们还是会觉得 上面有污渍清洗不掉,清洗之后摸一下盘子 还有少许的油污,这样将盘子堆放在一起 容易滋生细菌,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这时候可以将发芽的大蒜切成碎末 随后我们将大蒜放到矿泉水瓶子里面 加上一点温水来浸泡大蒜,这样就能将大蒜上面的污渍轻松去掉了 随后我们再用洗洁精,彻底清洗一遍大蒜 那么就会非常干净了 二,滋养花草 大蒜本身的独特味道能够驱赶小虫子 一般我们会放一点大蒜来驱虫 因为花草里面的土壤,以及我们所放进去的肥料 很容易生小虫子 而花草生出小虫子之后长势就不好了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大蒜了 我们可以将发芽的大蒜装进喷壶里面去 每次喷一下花草,驱赶小虫子 另外大蒜里面含有各种营养成分 用发芽的大蒜水来滋养花草的话 也是非常不错的作用 三,做蒜苗 其实发芽的大蒜,很多朋友就直接扔掉了 其实我们只需要将大蒜放到小碗中 随后在大蒜里面加上适量的清水 然后将大蒜放在有阳光的地方 这样不出两天,我们就能看到大蒜上面的芽 已经逐渐生长了,慢慢就成了蒜苗 我们可以将蒜苗培养得稍微长一些 就可以用来做菜了 这是非常简单方便,还特别实用的方法 而且将发芽的大蒜做成蒜苗之后 也不会造成大蒜的浪费了 所以平时我们遇到发芽的大蒜 可以一直让大蒜继续发芽 做成蒜苗,蒜苗 也称为青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 具有多种作用 依蒜苗的口感清爽 味道鲜美,不仅可以作为烹饪中的配菜 也可以生吃或拌凉菜 它独特的辛辣味道和轻微的甜味 使其在各种菜肴中成为一种受欢迎的配料 蒜苗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维生素、维生素C、钾、钙等 这些营养物质 对人体的健康起到重要作用 例如,维生素有助于维持视力 维生素C则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蒜苗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有助于改善肠道健康 预防便秘 对于经常吃油腻食物或快餐的人来说 蒜苗是一个很好的膳食补充 蒜苗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 可以抵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 延缓衰老 蒜苗中的一些化合物 还具有抗菌、抗病毒和抗炎作用 有助于提高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 蒜苗还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胆固醇水平 一些研究表明 蒜苗中的一些化合物 可以扩张血管、降低血压 同时也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 总的来说 蒜苗是一种营养丰富 具有多种作用的蔬菜 除了作为美食的配料外 它还可以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 帮助人们保持健康 无论是炒菜 煮汤还是凉拌 蒜苗都能为餐桌 增添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四、把牙膏涂到大蒜上 作用花钱都难买 首先我们把准备好的大蒜 外皮给剥掉 然后再把大蒜 一半一半都给它剥下来 全部大蒜去好皮以后 我们再把大蒜放到案板上 我们先用刀把它拍扁 然后再把它剁成蒜末 剁得越细越好 如果说家里面有拉蒜神器的话 也可以用拉蒜神器来弄 我们把蒜末放到一个大碗里面 然后再往里面挤入一些牙膏 牙膏的用量 最好要比我们刷牙的时候 稍微多一些 然后我们再加入一些清水 用筷子把它们迅速地搅拌均匀 把大蒜和牙膏充分地搅拌 融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知道大蒜里面含有丰富的大蒜素 牙膏的清洁效果也是非常强的 把大蒜和牙膏两者结合在一起 就会有非常好的妙用 妙用一 去除异味 我们可以把这碗水放到冰箱里面 这样就可以出去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因为大蒜里面的大蒜蜡素 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消毒杀菌的用途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 不仅可以去异味还可以防窜味 而且牙膏里面 会有很清香的一种气味效果 这样就更有效地 防止了食物之间发生窜味 而且还可以保持冰箱里面的气味清新 这样冰箱里面的食物 才能保存得更加长久 妙用二 装进口罩里 拿一个用过的口罩绑成百结布 然后沾上一些牙膏大蒜水 再把它均匀地涂抹在灶台上面 不但有很好的清洁能力 而且里面的大蒜气味 还可以让家里的蚊虫蟑螂都躲得远远的 真的是一举两得了 擦过以后 还会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最后我们再用百结布 给它擦一下 这个方法不但可以去除油污 还能驱赶蚊虫 真的是简单又实用 妙用三 放到卫生间里 我们可以把牙膏和大蒜 融合制成的溶液 放到卫生间里面 这样就可以去除卫生间里面的异味 而且还能驱赶蚊虫 另外还可以用这种溶液 来清洁水龙头上的一些水垢 非常方便食用 很多人看到家里的大蒜发芽了 都会急着扔掉 其实大蒜发芽后 只要蒜头没有出现霉变腐烂 都是可以吃的 对健康没有影响 而且发芽的大蒜 营养物质含量反而增加 大蒜发芽后增加的营养物质有 维生素C 胡萝卜素和分类 维生素C 发芽前大约7毫克100克 发芽后达到35毫克100克 胡萝卜素 发芽前大约20微克100克 发芽后增加到280微克100克 分类 在发芽前大蒜当中的分类含量很低 几乎没有 但是发芽之后 它的含量 可以达到接近40毫克100克 所以它的总量还是大幅提升 大蒜发芽后减少的营养物质有 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发芽的大蒜 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可能会相对降低 不过我们平时吃大蒜 也不是为了摄取其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因此这些提供能量的物质减少 对大蒜整体的营养含量影响不是特别大 除了大蒜外 买回来的各种蔬菜 豆类 洋葱等 可能一个不留神就发芽了 这时就矛盾了 扔掉又很浪费 继续吃又担心 吃出身体问题 到底是继续煮来吃 还是扔掉呢 一 这些食物发芽 照样可以吃 有些食物发芽了不能吃 不然会食物中毒 不过也有些食物发芽后再吃 不仅美味而且营养价值有可能翻倍 一 山药 在潮湿的环境中 山药会发芽 把发芽的部分挖掉就可以吃 不过山药表面发黑后就需扔掉 因此 不建议一下子购买太多山药 同时日常应放在阴凉通风的环境中储存 保鲜膜包好后放入冰箱 二 糙米 糙米发芽后营养价值更高 尤其是维生素和叶酸含量增加 口感比较柔软 因此发芽后的糙米可以吃 平时应把糙米放在干燥密封的容器中储存 不能放在太阳下暴晒 避免虫煮和潮湿 三 芋头 发芽后的芋头可以吃 但应彻底煮熟煮透 能破坏其毒素 值得注意 芋头中含太多膳食纤维以及淀粉 不能吃的太多 以免造成营养不良和负账 四 豆类 豆类发芽后营养价值翻倍 常见的有豌豆芽 绿豆芽以及黄豆芽等 就以黄豆芽为例 它的营养更加丰富 而且易于吸收利用 而且吃太多也无需担心会负账 五 胡萝卜 发芽的胡萝卜可以吃 发芽不会产生毒素 但可能会降低其营养含量和口感 所以 制作胡萝卜时应把发芽的地方去掉再煮 六 洋葱 发芽的洋葱不仅仅营养价值降低 而且味道辛辣 但不会影响机体健康 所以可以吃 但为了保留其营养 建议日常生活中 把洋葱放在干燥通风的环境 一次性也不要买太多再加放 七 生姜 生姜发芽后可消耗其中的营养物质 不过仍然可以吃 若生姜的肉质干 纤维变粗 提示营养物质流失 尽可能把生姜用密封的塑料袋装好 避免腐烂 二 这几种食物发芽了千万不能吃 一 香葱 香葱是厨房必不可少的佐料 主要作用是调味和去腥 但香葱发芽后营养物质已被消耗 营养价值也随之下降 而且会使得香葱 尾粘和干瘪 所以发芽的香葱尽量不要吃 二 土豆 土豆也是很多家庭都喜欢吃的食物 但土豆发芽真的不能吃 即便用到切掉发芽 部位继续吃也不行 因为土豆在发芽 变粒后 会生成龙魁碱且含量很高 这是一种有毒物质 摄入过量 可能会造成食物中毒危及健康 那么土豆如何保存呢 我总结了一下 保存土豆有四种方法 每一种都实验了一下 其中有利有弊 最后觉得这种最靠谱 不腐烂不长芽 放半年依旧新鲜 下面我们就来细说说 这四种方法 第一种 黑带子保存法 这种方法算是最方便的了 把买回来的土豆 装进黑塑料袋 防止被晒到 因为被晒到的土豆 会产生龙魁碱 这是一种毒素 容易引起恶心 呕吐等中毒现象 但是塑料袋本身不透气 这种方法除了防止土豆被晒绿 对防止腐烂和抑制发芽 起不到任何作用 在剩下这个状态 三天左右就开始发芽了 所以此方法虽然操作简单 但是并不推荐 第二种 苹果保存法 苹果会释放出 促进果实成熟的气体 一吸 一吸 可以有效地抑制土豆芽 远处的细胞生长 有效地防止土豆发芽 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在保存土豆的箱子里 放一个苹果 这种方法我只用了一个星期 这一周土豆 确实没长牙 但是后来我发现 这方法不太适用于夏天 因为夏天不是苹果收获的季节 买一个苹果的价钱 能买好几斤土豆 而且苹果也要按时更换 所以一周左右就要买几个苹果 反而比土豆的成本高出许多 所以还没有测试完 我就放弃了这个方法 第三种 小苏打保存法 这方法也还挺方便的 就是在存放土豆的纸箱底部 撒一些小苏打 因为小苏打成碱性 能有效地防止土豆生芽 这种方法 我存放了一周发现一个问题 底部接触到小苏打的三个土豆 全部烂掉了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 可能是由于我的土豆在装香时 没有完全晾干水分 水分接触到小苏打发生了反应 所以烂得更快了 第四种 食盐水保存法 这方法稍微有些复杂 需要把买回家的所有土豆清洗干净 然后在食盐水中浸泡十分钟左右 接着取出土豆晾干水分 然后装进纸箱闭光保存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很好用 存放半个月土豆都没有生芽 但是注意一点 就是清洗过后晾干土豆时也需要闭光 不然土豆还是会变绿 我第一次保存的土豆 因为被晒到而有一点点变绿了 所以我尽快吃掉了 没有继续保存 这里说一下 土豆变绿了也还是可以吃的 因为只有绿的部分含有龙葵碱 消掉就可以了 三 花生 放置时间太长的花生会生芽 特别是在阴冷而潮湿的环境中 可能会发生霉变 生成黄蛆酶 毒素 这属于一类致癌物质 即使小剂量摄入 也会增加人患癌的风险 所以发芽的花生真的不能吃 四 红薯 红薯及番薯 地瓜 是有营养的粗粮食物 但是当红薯长芽后 不仅仅营养物质和水分会流失 使口感变差 同时有机会没变长出黑黑的斑点 吃了有可能引起急性中毒 因此长芽的红薯也不要吃 那么如何保存红薯呢 第一步 不管是在市场买的红薯 还是自己种植的红薯 都不要直接储存起来 在储存红薯之前 要将表面有伤疤的红薯 挑剪出来 把表面完好无损的红薯 放在太阳光下晒两天 将红薯表面的水分晒干 这样再储存起来 红薯就不易烂了 第二步 准备一些止壳箱 要选纸质比较厚 并且旁边带有通风口的止壳箱 将晾晒好的红薯 摆放进纸箱内 在摆放时 注意每个红薯之间 留有一定空隙 防止在储存过程中 有红薯坏掉 汤汁流到别的红薯上 把周边的红薯传染烂掉 第三步 摆放上一层红薯以后 撒上一层不是很干的沙土 沙土要完全把红薯覆盖住 然后铺上一层报纸 再摆放一层红薯 再撒入一层沙土 就这样一层一层的摆放 将红薯装满箱子 第四步 红薯装满箱后 再装入适量的沙土封顶 盖上一层报纸或卫生纸 这样既可以吸收湿气 保证纸箱内湿度合适 又可以避免红薯相互摩擦 破皮 第五步 用胶带将纸箱封起来 放在温度在13至16度之间 阴凉通风的地方储存 随吃随取 非常方便 这样储存红薯 红薯越放越甜 吃到第二年春天 都不会坏 如果是在农村的话 可以找一个冬天温度 在15度左右的地方 整一堆沙土 把红薯埋在沙土里储存 即可 您喜欢吃红薯吗 如果您有其他储存 红薯的小妙招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